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8月6日星期五和大家聊两个新闻 和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预测的一样这个8月份 美国和盟国最主要的联合行动就是向中共追责追究病毒的源头问题 截止日期已经确定了那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而在这之前这场大戏会有一幕接着一幕的剧情是陆续展开 等剧情都铺垫完了 这人聚拢的也差不多了 到月底的时候再把整个剧情推向最高潮 8月开始的第1个星期一共和党人就上演了一个麦考尔报告 这个起点非常高 开了个好头 当时我在节目中就预测 接下来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或者什么媒体 就将接连上场 这好戏将一幕接着一幕 扩然 这才等了三天 第2幕就上演了 这次的主角 是 CNN 根据刚刚CNN的独家报道 美国的情报机构攻破了一个数据库 获取了大量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新冠病毒的基因数据 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一旦能够破译的话 可能 就会彻底揭开新冠病毒的起源 CNN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报道 说这份庞大的讯息目录 包含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研究的 从新冠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基因蓝图 一些官员据此判断 武汉实验室可能就是这次病毒爆发的源头 报道引述消息来源指出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情报机构 如何以及何时获取这个数据库的 目前将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可用的资讯 目前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 包括要利用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处理所有的原始数据 为此情报机构现在需要使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那个超级电脑 这个实验室是由17个政府研究机构组成的 除此之外 现在人力也是一个问题 情报机构现在需要 拥有适当安全许可的科学家 来破译这个复杂的基因测序的数据 这些人还必须要懂中文 会说中文 因为很多的资讯都是用中文的专业术语写成的 有一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对CNN表示 这是个问题 能够通过安全检查的科学家 这些人你而且还要会说中文 这将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 而且你还不是任何一位科学家就行 你还必须是专门研究生物学的科学家 所以这将是一个大的难题 所以在我们的观众中有这样的专业人士 你又懂专业又懂中文 希望当一个志愿者给美国的情报部门 出一把力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内外的调查人员 一直都在寻找武汉病毒研究所 正在研究的那 2.2万个病毒样本的基因数据 中共官方在2019年的9月前面 麦考尔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将这些数据从网络上删除了 而且此后拒绝将这些数据和其他早期的 新冠病例的原始数据交给世界卫生 现在有很多的研究人员 情报官员 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大家认为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可能在实验室中对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 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功能增益的 争议性的研究 这个研究可能会是研究人员受到感染 然后传播到整个社区当中 知情人员指出 准确了解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哪些病毒 可以为这些疫情起源的理论 提供重要的证据 这是美国国会及其他地方的调查人员 密切注意 2019年从网络上被删除的这个数据库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报道也指出 在拜登要求的这90天调查时间结束之后 刚才讲了 要使用超级计算机 还要找到这么一组又懂中文又懂专业的人马 可能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最终可能会因为时间紧迫 情报界 可能无法对疫情起源 到时做出一个所谓令人信服的结论 之前呢就有政府官员曾经对CNN表示 说拜登呢 可能会在这90天结束之后 下令再进行第2轮的调查 再给个90天 也说不定 新闻到这儿呢 我们就评论一下 说到整个这个报道里边呢 有几个 词汇 其实非常的熟悉 情报 情报机构 大量的数据 需要使用超级计算机 我估计大家都还记得这些词汇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在拜登5月底下令调查的时候 就已经都透露出来了 你像当时就提到了 几个情报部门 要整合他们的情报资源 然后用超级计算机 来分析和还原当时的数据现场 所以呢 我个人的判断 整个这件事啊 CNN刚刚报出来的这件事 它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并不是这几天 才刚刚发生的 而是在5月底的那个调查令之前 就已经有了 CNN现在把这件事给爆出来 我认为现在很符合 拜登政府的行为方式 包括也符合我们之前对整个这件事的 一个脉络的判断 说到民主党政府 经过对媒体进行筛选 最后把料报给了CNN 我认为这太正常了 你像之前呢有一个活跃的华尔街日报 前一阵他们报了很多料 他呢有点不左不右 稍微有一点保守 我认为他们的爆料呢 应该是自发行为 而CNN的这次爆料 咱们就看刚才说的熟悉的那些名词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都是谁呢 一些官员认为 消息来源指出 一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表示 等于他在报道里边用了很多这样隐晦的一些名词 等等的吧 我想这就跟我们提前的那个判断是一样的 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表示等等 这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判断 所以到这就可以认为 这就是政府的一次 故意的放风 和CNN联手演的这么一出好戏 仔细读CNN这个原文的报道 这个文章刚才透露了大量的内容 但也暗藏了余地 他在比较靠后的一个段落里边 有一段他是这么写的 多位消息人士告诉CNN 如果没有意外的收获 官员不预期会发现决定性的证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前面有爆料 你又掌握了那2.2万个病毒的基因样本 到现在呢突然又留了这么一句余地 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从前到后这些都是给中共看的 到最终 我是彻底破了你这个数据库把你人赃俱获呢 还是到最终的结局没有意外收获 我们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现在就全看你中共的一句话 说到这个第2幕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到底服还是不服 我都给你点到这个地步了 我手里有这个 你还不明白我手里有什么吗 你现在服还是不服 现在你就表个态吧 我认为意思是这个意思 整个刚才说的那个小的段落 给中共是留了余地的 你现在提前勾兑提前认输的话 我还可以做到没有找到关键性的证据 我提前就留好了这个伏笔 那中共现在服还是不服呢 现在看是不服 而且是绝对的不服 说到美国现在在做什么 那中共当然非常清楚 而且刚才讲了这件事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就是两个月前已经发生的事 中共当然非常清楚 你像这两天 新华社是突发长文美国同盟体系的七宗罪 我不知道有朋友大家看了没有 等于从根上把美国给骂了个底朝天 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硬 之后呢昨天在东盟会议上 当时说到了香港的人权问题 王毅是直接怒怼布林肯 当时原话 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们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 在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场合和美老大这么说话 这就已经是撕破脸了 现在看呢中共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月即将要发生什么了 他们已经决定要 死抗到底 说到中共现在的对抗的做法 首先一招那就是继续造谣 最新的各大官媒的最新的版本 题目是惊人发现 美国在2008年就已经人工合成了SARS的冠状病毒 他们呢找出了美国科学家巴里克 在2008年写的一篇论文 当时是有一些合成技术的 在前一个节目里跟大家讲过 实际上2005年 这位巴里克 就做出了 不留任何痕迹对病毒进行改变的这么一个技术 所以说呢他们抓到了2008年那个论文 就认为呢这位巴里克你就是冠状病毒之父 从SARS到现在的新冠病毒那就是美国人制造合成的 现在呢这帮人是继续造谣 来统一国内那些韭菜们的思想 等大事发生的时候咱们得统一思想 说到另外一个应对之策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下一个新闻 就在CNN的报道出来之后 王毅呢在8月5日的晚上 两边有时差 在8月5日的晚上突然宣布说 习近平主席宣布 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的疫苗 并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 说到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了超过7亿剂的疫苗 有一部分是给的有一部分是卖的 另外呢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就是在那个APAC峰会上 承诺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 这个是白给的 以支持面临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些贫困的国家 在未来的三年啊 每年10个亿 我们要出这笔 钱 而现在一晚上的功夫这疫苗一下的增加到了20亿 而且临时捐赠1亿美元 这可不在原来那30亿的美元的范围之内 这是额外单给的 否则也就不用再单独宣布一次了 说到这个时间点那可是高度重合呀 你大晚上的 紧急宣布我们习主席又决定大撒币了 如果你要是正常宣布的话 你转天白天就不行吗 你有这么着急吗 所以说就是为了和美国刚才说的那个爆料来相对应 说到这个时间点 你也太敢了 你也太明显了吧 等于美国那边呢一追责 我这边就赶快给钱给东西 希望拿钱来平事 来赌众人之口 还忽悠着那帮第三世界国家到世卫组织 跟他一块起哄闹事 但现在问题是 谭德赛那边又说了 现在世卫组织的资金缺口 现在还有115亿美元 那怎么办呀 你习近平到底给不给呢 你给得起吗 而且现在看就这么给下去 美国那边呢现在是不断的挤牙膏切香肠 那他公布一个什么你这边就给一个 你就给一次 人家公布一次你再给一次 请问哪天他是个头呢 而且像这么给钱给东西他管用吗 能把事给平了吗 你就是笼络住那帮黑哥们 把这些什么塞尔维亚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你都给哄在一起 这些人在世卫组织跟着你起哄 他就管用吗 还是那句话 最后呢中共要在病毒这件事上要栽一个大跟头 现在看呢整个国内现在已经乱了 半个中国都陷在这个疫情里了 前面节目里跟大家讲过 通过疫苗现在来群体免疫 现在看这事呢肯定是不行了 因为这国产疫苗根本也不管用 而现在呢通过死航就像印度像智利像巴西这种情况 咱们感染一轮来实现一次群体免疫 节目里跟大家分析过中共呢他缺乏这个政治基础 人家都是民主政府 他不是 他实在是不敢 所以这一招 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这群体免疫等于就是做不了 现在等于就只能这么一直拖着 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轮流坐庄换着地方封城呗 说来这冬天还没到呢 就已经这样 说到今年冬天到时候中国会到处冒烟走火到处是鸡犬不宁 你就轮着封城去吧 而在国际上呢现在还很难判断拜登的这一轮联合攻势 他的火力最终到底有多猛 但是现在从中共的这个反应上看 最终的结局 接近撕破脸 甚至最终翻脸 这可是一定的了 这两天中共的火力那可是相当之猛的 说到现在的美中关系已经出现了这种失控的自由落体的现象 等最终硬着陆摔在地上 到时候能摔出多大的一个动静来 大家别忙 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能看到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答案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周日的直播中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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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